记者夜关于新北报道,长期援助贫穷击恶弱是孩童的安德烈慈善基金会,成立7年至今援助于20万人次,而多年举办国泰客户子女奖学金的国泰金孔,因看见这份温暖陪伴弱是孩童的力量,号召保护的奖学金子女提拨10%捐赠出来,今年有200名学生相应,共募得70多万元。 国泰人寿则在加码50万元,总金额达120万元以上,传递爱心给弱势孩童们安德烈慈善基金会金举办捐赠记者会,受捐助的孩子如现场歌曲,更亲手绘制感谢卡片,现场也教学如何放置食物箱,将孩童所需钱粮,罐头,冲泡餐包等整齐放到置箱内。 国泰监控协理调厂超说,客户奖学金十分幸福公益捐赠活动,让收到国泰奖学金的同学,有机会贡献以利,在求学时期就能懂得付出的喜悦。 今年申请的近8万名学生中,高达三成学生想应捐赠,募得超过70万元,国泰人寿加码捐出50万元,将这笔百万元幸福原梦金,透过安德烈食物银行计划,把幸福放进食物箱,传递给有需要的孩子手中。 安德烈慈善协会执行长罗少和表示,若是孩童生命的翻转不只是接受金钱或资源,还要拥有良好的品格,由受助者转变为助人者,让台湾社会充满爱与和谐。